今天这个小刀麻烦了 全部被野猪滚坏了 这个边上 这里进去 几百斤大只搞坏了 这个脚印 就昨天晚上刚到的 小的这么小 应该是母猪带小猪的 现在的野猪真的是很讨厌 打也不敢打 牙齿也不敢放了 现在野猪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惹也惹不起 搞坏这么多道骨 现在也真的没办法了 去附近找一下 能不能把这个野猪窝找出来 把他的窝给他找出来摧毁了 应该是不回来了 不能这些骨子是别想去割了 搞坏这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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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发现有个猎女神吧 小半斤 这个地方有野猪啃得很久 一窝就不是很远 被野猪哑断这么多 这一片哑断好多 在这个地方发现有野猪的脚印了 这个脚印大不大 这么大 这只猴野猪最少在150斤以上 这个地方有脚印了 往这里下来 从这里上去找一下 这么多脚印 看这个父亲的芒芹全部啃断了 新新鲜鲜来这个地方 脚都在这里 新鲜鲜看 最后有没有断了 这个野猪牛逼的 你看这全部啃断了 它从那里下去 那么明显 鼻子从这里下去的 这些东西全部啃断了 拉到这里大窝来了 看见里面小猪宅在里面 也都应该不再加火 野猪应该不再加火 这个我打得漂亮 这么多芒芹在这里 天空的搞火 野猪窝打得还是很好 这是野猪睡的地方 看见有没有温度 下面还有点点烫 这野猪先摸跟它 吹肥掉去 上一只骨子 这个下面的芒芹都还没干 这些搞回家 当财富烧 都可以烧个一两千 这么多 好 就是有点颜色的挑回家当柴虎 哇 下面你看 这个下面全部用嘴巴啃得这么粉碎的 搞得差不多了 没地方睡觉了 晚上他应该不改来破坏道指的 找了两个来小时 成功的把这个野猪窝给端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拜拜 下期再见